忠心耿耿为大明 却被后世称为贱文三傻之一 他都做了些什么事情 让朱棣恨入骨髓呢 以至于 他死后朱棣还下令把他治解 甚至牵连整个家族中的男人都被杀 女人都被侮辱 我们继续往下看 古代皇帝千千万 开国皇帝最厉害 要建立起一个新的政权相当不容易 其中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 就是个传奇 开局一个晚 剩下全靠拼 妥妥的草根逆袭 只是他在厉害 也无法改变后代为了皇帝兵戈相见的局面 后人接着朱棣推翻了侄子朱允文后登上皇位 其实朱棣的成功 从某些方面 也要感谢朱允文身边有一个瞎指挥的军师 黄则成 一 皇位不闻 历界薛藩 朱元璋本来立下的太子是皇长载朱标 论才学 他熟读经典 论性格 他仁慈宽厚 对弟弟们都十分照顾 论身份 他是皇后所处的长子 可惜的是命不长 还没等到登基就病死了 朱标的去世打破了皇室的平衡 朱标不仅是身受朱元璋器重的儿子 还是所有弟弟爱戴的哥哥 他当皇帝的话 其他皇子都没什么意义 而朱标一死 立哪个儿子为太子似乎都不合适 头疼之际 朱元璋想到 既然不知道该让哪个儿子继承皇位 不然就跳过儿子 直接立孙子 孙子的话肯定毫无疑问是朱允文了 朱元璋本身就对朱允文疼爱有加 如果能让这个爱孙继承皇位 他也是相当满意 结果 他的一番良苦用心 却给朱允文带来杀身之祸 其他皇子对于这个决定 必然是十分不满 只是有朱元璋在 他们也不敢表现出来 朱允文登基后 本就根基不稳 一群叔叔还对他虎视眈眈 这让他感到十分不安 还是皇太孙的时候 皇子成曾做过朱允文的半读 朱允文对他十分信任 登基后更是任命他为汉林学士 面对藩王的威胁 皇子成建议朱允文薛藩 本来摇摆不定的朱允文 经他劝说后 便立下了这个自以为很伟大的目标 关于薛藩 还有一个支持者就是齐太 确立了方向 接下来就要考虑具体方案了 要从哪里入手呢 齐太建议先攻打实力最强的朱棣 正所谓秦贼先秦王 干掉了朱棣 其他诸侯就都不在话下 但皇子成认为攻打朱棣师出无名 周 齐 乡 但民武王曾做过很多步伐之事 可以从他们开刀 其中 周王又是朱棣一母同胞的兄弟 拿下他就是对朱棣最好的打击 对于朱棣 则采取了收走精兵 调兵监视这种稍微温和一点的方式 但朱棣一定有所察觉 二 瞎出主意 助力朱棣 朱允文对皇子成太过信任 最终采纳了他的意见 这迈出的第一步就错了 雪范一旦开始就已经是打草惊蛇了 朱棣又不是傻子 眼界形势不对 立马称病示弱 不过 不久就是朱元璋的忌日 朱棣不得不拒 但去了无疑是死路一条 于是本来没病的他 硬生生装成了病危 让他的三个儿子代替他回去 这样既表了孝心 又不用以身犯险 还表明自己没有疑心 对于朱棣送来的三个儿子 齐太和其他大臣 都强烈建议朱允文 把他们扣下来当仁制 这时候皇子成又出来唱反调了 他认为应该把他们放回去 以免打草惊蛇 他是觉得之前的举动 还不够打草惊蛇吗 朱棣是有多蠢 会看不出他们削帆的意图 不管他们放还是不放 都不影响朱棣的判断 但朱允文对皇子成 真的是迷之信任 尽管他也觉得 应该把三人扣下来 但还是采纳了皇子成的建议 放他们回去 不久之后 朱棣打着歼灭奸臣 皇子成和齐太的名头 起兵叛乱 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靖难之一 如果当初扣下他的三个儿子 朱棣大概会换个名头 从朱允文对其他藩王下手的时候 朱棣就已经开始着手准备了 因为没有先对朱棣下手 所以给了他喘息的机会 再加上朱棣的能力 很快就有了和朱允文对抗的实力 最初朱允文派了老将耿炳文前去应战 但首战就输给了朱棣的军队 皇子成认为老将难免比较保守 导致战败 于是建议派年轻的李景龙去代替耿炳文 不得不说 皇子成真的眼光不太好 李景龙领兵后 局势更是一边倒 前前后后 李景龙率兵百万 折损数十万 面对燕军屡战屡败 即使兵力远超燕军也没用 简直就是纸上谈兵的照顾 朱棣对他也是不屑一顾 把他贬得一文不值 当朱棣兵临城下 朱允文已无力回天的时候 李景龙立马随机应变 直接打开金川门 向朱棣投降 也为这个神助攻 朱棣的攻城之路十分顺利 此时的朱允文则不知所踪 搞笑的是 朱棣即位后 李景龙被封为太子太师 所受封赏都在其他功臣之上 这么忠心的黄泽成 举建了一个墙头草 三 黄泽成被肢解 全族遭殃 再来看黄泽成 他是攻击朱棣的那只出头鸟 朱棣攻城后 自然第一个就是收拾的 城破之后 其他人都逃走了 黄泽成心中仍忠于朱允文 黄泽成也是个硬骨头 被捕后朱棣逼问他朱允文的下落 他则对朱棣破口大骂 宁死不惧 既然如此 朱棣也不白费敬畏 下令将他肢解 死得极其惨烈 即使是把黄泽成肢解 也难消朱棣心头之恨 必须要灭他满门 朱棣下令将他全族治罪 男的直接杀死 女人充当军纪 而且被朱棣下令特殊照顾 过得生不如死 在这样的折磨下 有的女人怀了孩子 对此 朱棣下的命令是 怀了就生下来 如果是男孩就杀了 如果是女孩就继续重复 关记的命运 这是有多大的仇啊 从结果来看 如何评价黄泽成 是个令史学家头疼的问题 像他这么忠肝义胆的人不多见 他也是一心一意为朱允文着想 但如果不是他的好心 朱允文的皇位还能多做几年 也许朱棣有野心 但朱允文不轻举妄动的话 他也不会那么快反击 说到底 夺皇位也是为了保全自己 黄载成的忠肝义胆 不仅没对朱允文起到好作用 还拖了他的后腿 但是到最后对朱允文不离不弃的人 却只有黄载成 不管别人怎么看 黄载成的家人肯定恨死他了 也为他的行为 让整个家族 甚至子子孙孙都受到牵连 算是阳间的勇士不得超生了 或许应该说 没有那金刚钻 就别去拦那瓷器活 不管是朱允文还是皇子成 能力都不够 所以既保不了自己 也保不了家人 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点赞 订阅 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我们下期再见